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刚才视频说 标普500 会继续跌 但会跌多少呢? 非常重要 今天是星期二 明天是星期三 已经是联储局会议 我相信今天的市仍然会跌 亦都如我所料 美国市到尾 还差 一个小时 跌到最低点 是 4305 只是未破4300 但是 亦都如我所料 临收市之前 有很多获利回套盘 短炒盘 就抽上来 收市是收4354 OK 今天 我提早一天 给你们的技术性分析 支持位 近的 看到的 是4300 到4300 这个区间之内 4300 4300 会不会今晚破呢? 当然 我是不知道 但是看个势 有机会 是吧 但现在收市收4354 就算 接近430 也有50几点 不错 星期五 我们找了 五十六十点 昨晚又找了五十六十点 如果 在今天 日间 都可以找到 五十六十点 到今晚 还有下文 其实性分析 我尽早给你们 我看 标普 这一趟 的跌 就算 没有 10% 都会有 5-10% 拿个中间价 大约 7.5% 为什么我 这么实在 当然 有所似 还有有例子 去年 9月 最高 当时的最高 去到 3,588.11 一直是这样升 升到3,588 个个都以为 很高 谁知道今年是4,000多 当时 去到3,588.11 好像今次 大调整 一跌 跌超过10% 在三个星期之内 跌到 3,2,0,9.45 9月2日最高价是3,588 9月24日跌到3,2,0,9跌10.6% OK 这是去年的 一个例子 然后又再扶遥值 一直是这样 去到 今个月 9月3日 即是一年之后 刚才 真是巧妙 9月3日 那天 标普500最高价是4545.85 很容易记 4545.85 如果 跟去年一样 又是跌 大约10% 即是跌450点 即是会见 4095.85 是刚刚4,000元之上 现在收市是4,354 你说下面 是不是还有 300多 点 现在 两天 我们都是找了100点 松一点 昨天的高低价 低是4305.11 高是4429.20 收是接近中间的 4,3,5,4 其实正正的中间是4,3,6,7 是比中间价低的 美汇指数 收93.21,26 没什么大变动 金亦收1764 亦没什么大变动 银 仍然是低沉 22.27 收市 但是这三个 已经 我昨天所说 是配角 不要浪费时间看它 我们集中火力 在标普500 我亦都可以告诉你 在技术性分析上 昨天 和价钱日 已经破了 标普500 四个月以来 的上升轨道 是破了的 加上这么多基本分析 对 股市不利 尤其是加税 尤其是 CAPITAL GAINS TAX CAPITAL GAINS TAX 是资产增值税 我估计 今年赚了钱 都快点 各个收盘 获利回套 先拿了那些 如果不是 国会一通过 CAPITAL GAINS TAX 就哭都无谓了 这个TAX 是 股市的致命商 过去一年有多的 股市向好 一路向好 亦都是 因为CAPITAL GAINS TAX 的关系 和自己买回自己的股份 的关系 严格托高 市 现在 什么都 出来了 什么都没有 利好的完全没有了 O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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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什么? 69992 搏激会和金融协备的会员还有优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